自从我院子里出现蛇以后 我都不怎么敢来菜地了 来菜地就怕碰到蛇 就是前几天 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吧 朋友们 我家院子里出现蛇了 妈呀给我吓的 当时是邻居看到的 然后他拍照片 发给我 让我们小心点 说我院里有蛇 哎妈 说那之后 我妈妈也不在家 完了我不敢出门 我就给孩子们 两个人在家 三个两个孩子们 在家里待着 就不敢出门了 就吓得 从傍晚一直到第二天 一直都不敢出门 后来家里人 我公公还有我爸回来 都看了一下 也没啥 但是我心里还忌讳 现在有的时候去院子多少 我都有点忌讳了 我在想明年 要不然都放院子里 我不太想种菜了 我真怕 哪天真有个蛇 藏在菜里面 你说咬着孩子 或者咬着我了 怎么办 关键是如果说 我在种菜的地方 看到蛇了 估计我以后都不想种菜了 也有那个原因 所以这几天我不想来菜地 特别怕 我就怕碰到蛇 到哪里都会有藏着蛇似的 这几颗干就长得挺粗的 今年虽然没怎么发苗 但是长得还是挺粗的 给它摘了 要不然过几天忘了 又变成老司果了 喜欢种菜 但是怕蛇 姐妹们你说可咋整 你们说我院子里那个蛇 虽然现在不见了 我还需要做什么处置吗 大家都让我买那个熊黄粉 但是它这个我查了一下是买不到的 看不到那些东西 下次回国 东国内也不能带过来 那个东西 最闹心 不知道为啥 在这里就进蛇了 这好多都老了 太浪费了 这个干豆的超市里 它比这好点 然后比这长 差不多十来根 就要198日 人人民币的话 就是十来块钱 这边那个蔬菜 有的蔬菜真的比肉贵 赖蛤蟆 朋友们 你们都见过赖蛤蟆吗 我们在这里 我们没想到 真的 这个冲 就像台湯 房子 还是 我们下火 是 我们下火 在那边 我们下火 找一千 跟好 是 不 你们 我们下火 这个 我 我们下火 他们来 这个 走吧思江吃不完不要了 太贵了宝 走吧思江 虫子是不要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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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虚度会充价 我吃了,我可以吃了嗎? 我吃了,我可以吃了 爸爸,加油吧 媽媽,吃了 一边啥? 八百五千 对 挺新鲜的 嗯 美味 这边那个玉兰盆解 大家都放假 然后他还要上晚半 所以我给他买了一盒 他喜欢吃的那个 这叫啥? 刺身哈 因为我不吃它 所以一时半会想不起来了 大家来看吧 嗯 要的来年的休息 今天到 まだ決定 3月15日 3月15日 多少 20日 20日 对 3月15日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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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明年中 中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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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谢谢 谢谢 最近好多在国外的博主 都带着老公孩子回国了 然后我们是9月份 9月中下旬 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去 所以大家都好奇 为什么我老公不去嘛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理由啊 是因为他们公司 就是不景气 然后菜员才的比较多 他是流水县工人 所以呢 他要请超过三天一假以上的假期呢 就要特别带着理由 这边的公司 他不像我们国内那么好请假的 所以呢 他今年去不了 然后还有就是 他因为公邻挺长的 到明年 刚好到明年 有一个联休 就是公休联休假期 所以到时候他就把那个联休的假期 和平常的假期缓一起 然后再请几天假 就刚刚好可以跟我一起回国了 所以呢 这也就是他今年不去中国 然后明年可以去的原因 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关心啊 这次他不去 我爸妈也挺遗憾的 我也是 但是怎么说呢 普通人的生活 还是要以现实为准 他们公司不景气 不能让大家强着请假 然后最后丢掉工作 对不对 因为他们公司真的一直在裁员 所以 好了 姐妹们我们一起加油吧 然后 我机票 嗯 嗯 进来 日期是9月中夏天 可以赶回家 就是过中秋 好多年了 真的很期待 朋友们你们也是啊 有时间就回家陪伴妈 过过节 回家探圆吧 我现在睡得了 我现在睡得了 我为什么要吃葡萄 我为什么要吃葡萄 不在乎